現在要進行鏡骨模具的列印操作 點選軟體右上角印表機設定按鈕 再擠出頭頁面將噴嘴直徑設定為0.4mm 若已顯示0.4mm 則不用設定 接著按下確定按鈕機構 噴頭設定完畢後 點擊右方切片軟體頁面中的設定切片按鈕 在其中列印頁面點擊匯入按鈕 將檔案名稱為MODE-0.4mz 的參數檔匯入 此為鏡骨模具最適合之列印數值 接著說明鏡骨模型所調整之參數數值 在列印頁面中速度與品質部分 因材料為LSR雙液矽膠 所以建議列印速度為每秒1-15mm 此數值包含 旗子層、外邊緣、內邊緣、填充及表面填充 皆適用快速進擊速度的部分 為噴頭空跑之速度 為縮短、列印時間及減少空跑時造成的牽絲現象 因此速度建議設為每秒50mm 品質設定 品質設定建議以預設值0.2mm為主 不需要做任何改動 結構部分 在外殼厚度上經過測試為2層 也就是0.8mm最為合適 為避免頸骨模型外觀上有破洞 因此將上下蓋厚度設為0.6mm 填充重疊主要是避免列印第一層時 線條與線條之間產生空隙 因此設置為5% 在模型填充形式上 因結構上之考量 因此選擇線段揮準 在支撐類型中 支撐角度因模型的角度 大於懸空角度 並不會產生支撐 因此不需做修改 因材料特性 所以不需使用 裙邊側裙與章板的功能 素質方面 接設為0就可以了 在擠出部分 將回抽時利軸抬起 設為0.4mm 並將下方啟用 回抽功能選項 進行勾選 在更改完各項素質後 需按下儲存按鈕 否則無法套用於切片軟體中 現在進行出料速度的調整 點擊材料頁面中的匯入按鈕 將檔案名稱為 MOV-0.4mm-80%的參數檔匯入 所匯入之數值 在材料速率與支撐速率 均設為80% 使為模型列印時 較佳的材料流量 在更改完數值後 也需按下儲存按鈕 否則無法套用於切片軟體中 儲存完成後 按下設定完成按鈕 結束參數值修改 接著回到左方切片軟體頁面 在列印設定選項 選擇所匯入之 MOD-0.4MZ的參數檔 地基類型及品質 設定為預設選項 分別為5及0.2mm 支撐類型為5 速率為每秒15mm 填充比率設定為35% 油量部分 也是選擇所匯入之 MOD-0.4MZ-80%的參數檔 料夾部分 因所使用之材料為雙翼形式 因此選擇雙翼SR選項 設定完成後 確認物件放置頁面中的模型 匯入後 就可連選執行切片按鈕 進行模型切片 在資料夾中 也提供模型居扣 連選上方補取按鈕 選擇居扣資料夾中 S053-SL50W-0.4MZ-A 或S053-SL50W-0.4MZ-B 並將檔案匯入 將G-Code檔匯入軟體後 連選列印預覽頁面中的 開始列印按鈕 就可以直接列印模型 另外 在進行匯入G-Code的步驟後 就可省略之前 列印及材料頁面中的步驟 在這邊 提供引入MG-Code 記錄 對於我們 如何提供 Visit 新式视野候製品 入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